新冠疫苗第二十輪的疫苗預約 截至今天下午一點 完成預約的人數超過九十五萬人 預約率近八成 而第三劑累計接種超過三百 一十三萬人次 接種率達到百分之十三點四 臺大醫院也公布了第三劑 選擇莫德納的佔比最高 有超過七成七 醫生也表示 如果是希望能夠增強保護力 建議施打mRNA疫苗 但是若是前兩劑 不良反應比較劇烈的話 第三劑可以選擇高端 臺大醫院二十一號新冠疫苗接種人數 正式突破三十萬人次大關 這對夫妻就是第三十萬人 他們都打過兩劑疫苗 二十一號接種的疫苗是第三劑 選擇的品牌是莫德納 臺大醫院也公布新冠疫苗 第三劑加強劑 哪個品牌最受歡迎 答案是莫德納 前兩劑都施打AZ疫苗者 第三劑選擇混打莫德納 占比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而AZ混打莫德納者 第三劑選擇莫德納的比例 則超過八成 而兩劑都打莫德納 第三劑也選擇莫德納 則超過九成 至於兩劑都打高端 第三劑一樣也選高端 占最多超過百分之四十七 其次是BNT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最後兩劑都打BNT者 多數第三劑也會選擇BNT 占比為六成七 整理上第三劑疫苗選擇莫德納占比最多 超過七成七 指揮中心公布第三劑接種人次統計 截至一月二十號指 第三劑加強劑合計共施打了三百一十三萬兩千八百九十八人次 接種率百分之十三點四 另外第二十期新冠疫苗預約狀況 截至二十一號下午一點 完成預約的人數 有九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七人 預約率近八成 台大醫師建議 雖然國內第三劑的施打率提升中 不過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 還是無法施打疫苗 建議民眾踴躍施打疫苗 提升保護力 同時注意衛生防疫 才能保護上位接種疫苗的家人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報導